朱元璋是一点活路都不舍得给刘伯温呀 当初刘伯温就劝他别查了 放弃吧 可他就是不听 非得让刘伯温挖呀挖呀挖 如今挖出这么一大堆的怀惜薰柜 搞得他头都大了 于是又想让刘伯温把这个坑再给填回去 刘伯温被他逼得快要哭了 就算生产队的驴也不能这么使唤吧 可现在的他还能怎么办呢 刘伯温高高举起自己的拐杖放到了专案上 然后老老老是想要去 刘伯温冒死近年 这次的驸马走私案 主要是李善长的中书省在搞事情 因为中书省上传下达的作用太可怕了 只要有中书省在 那他就是大明天子的发言人 朝廷六部和各省就会把他的话堪作守皇上的圣旨 反之各省各不提的意见 中书省也会选择性的让皇上看见 就这样一来二去的 皇上宁道成了卑波侠 于是刘伯温建议朱元璋 重新改组甚至裁撤中书省才是问题的关键 至于那些怀惜勋贵们也要及时处理 兵权该收的就收一收 只有让他们尽快成为普通百姓 他们才可能学会如何循规蹈矩的做事 皇上 要么不处置 要处置 就必须从根上处置 朱元璋听完 陷入了沉思 他下意识地用手敲打着条岸四座 随着敲打的声音越来越准 那只手也转眼间变成了紧握的拳头 刘伯温看到这一切 深知朱元璋已经动了杀星 同时他也预感到了自己的悲惨下场 朱元璋今天可以用他的闭口去铲除那些环系勋贵 明天同样也可以用他的人头去抚慰一些功勋救护 第二天 朱元璋就把这些怀惜罪证拿给朱标看 他告诉朱标 以后咱大明的江山迟早都会交到你手上 但是你别忘了 中华大帝第一个全国性的王朝是秦朝 可这秦朝只存在了二十九王了 朱元璋的这句话像大山一样压在了朱标的心口 给他造成了难以承受的重担 父皇 儿臣担心承担不起大意 绝不许这么说 大明江山必须千冲万代传承下去 面对朱元璋突然的严厉逊责 朱标惊恐万分 甚至都不敢直视父亲的眼睛 而朱元璋也深知他这个镖儿心地善良 日后也根本不是这些怀惜勋贵们的对手 所以他必须在他的永生之年 帮朱标避免重倒秦二十二王的复制 他让朱标找几个对自己忠心的互国大产 然后再加上秦王 晋王 燕王这些兄弟们的加持 日后一定能帮他做个太平皇上 此刻的朱元璋瞅着朱标怎么看怎么顺利 他也相信大明江山一定会在朱标的手上千秋万代